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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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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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楊美美醫生 我在 我想 我 腳生我之前也來過做過見證 這次我很榮幸再次 來跟大家分享我的 story 我可能就講五分鐘到七分鐘左右 所以我目前還是一個癌症的患者 正在active 正在治療 我還在吃藥 我大概是接近四年前得到肺癌 肺癌晚期 肺癌晚期是第四期 所以人家一聽到第四期的話 很多人都會頭要昏了 怎麼會這個樣子 可是就是說 你看我已經過了 得癌以後 我已經過了第四個生日 我也是December出生的 所以就是說我今天來這裡 是想跟大家 I'll share 一下 其實 大家能夠坐在這裡 其實已經是非常幸運的 還能夠動 還能夠走路 還能夠出來 還能夠參加活動 有些癌症病人已經說要躺在床上都是有的 那每個人的情形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說現在治療癌症是一種個人化的治療 真的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那當初我得癌症 那當初我得癌症的時候 因為我這樣 就像這個 老牧師說過我們 一切都要仰望神 因為神是掌權的 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情 沒有人會知道 我父母親都活到九十幾歲 而且兩個都是醫生 我從來沒有想到哪一天我居然會得到癌症 我是想都沒有想到 只是說有一次我在咳嗽咳了三個月 照了X光 X光看起來是正常的 我就不擔心了 可是因為咳嗽一直沒有好 所以做了CT以後 才知道原來我的癌症全身都是 腫瘤細胞DOS都是 我記得那一天照完CT以後 Radiology神給我打電話 就在電話裡跟我說 你癌症這邊也有 這邊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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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個禮拜六 我記得我太太看了我 她已經是也是很悲哀了 可是我之前跟大家講一聲 我一點都沒有哭 我從得到癌症以後 我從來沒有哭過 而且我從來沒有把它否認過 我覺得我得到了癌症 我就是要去面對它 你們知道我第一個選擇是什麼嗎 那天我知道我全身都是癌症 都是禮拜六 我第二天馬上回到久違的教會 我是一個基督徒 可是不是很謙誠的基督徒 以前一直在為了我的事業奔跑 為了我的事業忙碌 離神離開了很久 所以我這次第二天我馬上回到教會 因為我知道 雖然說我們的科技很發達 可是肺癌第四期 全身是癌腫瘤 這個不是開玩笑的 那時候我認為只有神可以救我 Amen 所以我就回去了 那真的 再過三個月我就度過四年的癌症 這段日子我變成比以前千層多的基督徒 我開始在教會服侍 才能夠真正的了解到 耶穌吹一口氣給我們 祂把氣給我們 創造我們的人類 是讓我們人類在地上 能夠好好的生活 能夠互相幫助對方 信奉耶穌給我們的道理 做個好好的人 我們有時候覺得 好像把生命就沒有說特別去重視它 沒有說就好像每天就是 生活沒有特別的去感受到每一天過活 要過得很認真 那我這幾年來 我真的碰到很多很多很多的神蹟奇事 這些奇事其實在耶穌 在我們說的聖經裡面都有提到過 那本身的神蹟奇事呢 並不是說足以讓我們能夠驕傲 因為奇蹟其實可以發生在每一個人的身上 什麼東西最重要呢 是當你發現有些奇妙的事情在你身上以後 它能夠幫助你改變你的人生的心裡面 改變你對整個人生的看法 或許以前我是一個比較 可能也許傲氣一點的醫生 因為比較很忙 病人很多 我記得 可是那時候我不太清楚 因為我之後去 生完病以後 我回去教堂以後 我整個人變了 就是說變得比較親和一點 然後居然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 教會的弟兄跑來跟我說 江醫生 現在我敢跟你講話了 好 以前可能我可能是不怎麼笑 可能 可能所以說從內心裡面那個轉變 發展出來 這才是神的教導 才是神讓我們繼續 活在我們的這個世界上的一個好的開端 那就說 雖然到了癌症 可是我還是每天還在上班 這四年來我一直在上班 記得很巧 剛剛我們有位世界日報的記者在這邊 早上我才在我們醫院那邊做診診 也跟他談過 他也問了很多婦產科的問題 然後我剛剛在這邊 他一看了我也 這麼也在這邊 所以問了一下我關於肺癌的問題 所以我說這個 這個一個很巧妙的東西 那就是說 只能說 癌症碰到了 我們就去對付 那我最近也碰到另外一個癌症的弟兄 他還是肝癌 可是我們兩個都 從本來他是一個很成功的律師 可是他也得到後期的肝癌 所以我們兩個碰在一起 很心心相惜 他也是一個很有天分的人 所以我們就自己 搞了一個這種相聲見證出來 到處已經在兩個地方整個表演過 所以很好玩 所以就是說 得癌症不表示是世界末日 得癌症其實是一個新的生活的開始 我們應該每天以喜樂之心 以敬畏上帝之心 做我們本身應該做的生活 做的事情 所以我以此跟大家一起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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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